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干果 迁出2.5亿元 走私大案 贵州施饼 吸毒男子车内注射毒品 交警巡查 抓现刑 贵州严可 男子背负命案 潜逃12年落网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李小辉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快报 今天早上7点左右 宁夏银川一公交车在行径途中突然着火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 30余人受伤 我们一起来看 据宁夏消防总队消息 今天早上7点03分 宁夏银川是一辆从贺兰通往银川的301路公交车 行驶到109国道太平洋广场资金时突然着火 车上多人被困 当地警方120急救车随后到达现场 7点13分消防部门将火扑灭 截至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 30余人受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离这个起火的公交车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公交车在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保护 我们刚才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木车开这个车已经明火已经熄灭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场的已经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现场的勘验 然后也很多的就是警察正在对这个公交车进行一个外围的一个保护 我们现在我能到达的距离它最近的位置 也也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公交车的具体的起火的原因 还不清楚还不明朗 还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核查 然后我们马上将前往这个宁夏医科大学副主医院到那儿去看一下伤情 有关事故的调查结果呢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消息 2015年12月31日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126特大盗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 第一批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 以盗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分别判处徐某等5名被告人无期徒刑 判处林某等2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至3年不等并处罚金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起案件 2015年4月 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 辽宁公安机关会同北京 天津内蒙古等6省区公安机关出动1000余名警力 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成功打掉盗绝犯罪团伙10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175名 追回涉案文物1168件 其中一级文物125件 二级文物86件 三级文物200件 一般文物757件 价值逾5亿元 2014年以来 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 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外 连续发生多起盗绝案件 一批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 济石种群 文物本体和原历史风貌 遭到严重破坏和损毁 大量文物被盗 案件发生后 公安部高度重视 全程指挥案件侦破工作 而随着办案民警的走访调查 多个活动于辽宁朝阳和周边省市的 盗绝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犯罪团伙 浮出了水面 团伙成员有的使用专业工具和设备 进行踩点 盗绝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有的游走于地下文物市场 兜售所到文物 形成了一张从盗绝到销售的 完整犯罪网络 组织体系解构也比较严密 这里你这期中的成员中 有的是父子 有的是亲哥俩 有的是夫妻 也有的是叔侄 此次抓捕行动追回的涉案文物中 有红山文化典型器物 玉珠笼 勾云形玉佩 马蹄形玉菇 双连臂 以及寿面文 鸭形臂 玉龟 玉绝 成对的玉珠等玉器和陶器 已经鉴定的红山文化部分玉器 辽戴的绿佑机关壶 三彩佑 子母诗形燕笛 灰陶阳尊 及双耳带盖 红山彩陶 为国家一级甲等 属国宝及文物 好 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黄丽玲律师 和我们的栏目特约评论员 王磊老师 欢迎二位 我们说 对于这种盗墓者的不法行为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 应该怎么给它一个定罪量刑 黄丽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法院的盘决结果 这个案件涉及的罪名是 盗绝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藏罪 那么这个古文化遗址 古墓藏是指什么呢 是指我们清代 或者清代以前 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古代人类留下来的 这个地下建筑 或者是古墓藏 所以这个罪名 它侵犯的课题是这些 咱们具有历史有科学价值的 这些古墓藏和古文化遗址 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呢 犯本罪的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那么如果是情节较轻的是 可以处这个拘役管制的 但是呢 有四种加重的这样的情节 是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的 那么这四种情形包括 比如说是这个盗绝这个古墓藏 是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 或者是这个在集团当中 是起到首要分子的 还有呢是多次盗绝古墓藏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说在这个盗绝过程当中呢 给予了这样的 具有珍贵价值的这种文物呢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损失的 这种都属于加重的情形 要重罚的 那我们注意到 现在这个盗墓团伙呢 他们不仅手段非常的专业 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来一起作案的 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这起盗墓案件 给人留下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 盗墓犯罪的这样的一个 专业化的手段越来越专业 另外一点呢 就是参与盗墓的人数众多 根据刚才小片当中介绍的 已经有175个人 参与到这个盗墓的犯罪过程当中 而且很多都是以家属为单位 来进行盗墓的 那这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是盗墓本身获利巨大 另外一个就是盗墓之风十分长选 我觉得这个是随着 这几年的文物收藏热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文物保护领域 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相应的对文物保护工作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对文物犯罪保护的 打击力度 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说 案发之后由公安部门来破案 而是应该及早的加大 对于这种文物犯罪的 这样的一个巡查和震慑的力度 与其亡羊补牢不如及早的截网 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但是这里面可能又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公安部门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执法队伍 但是没有专业 而这个文物保护部门 它有专业 但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执法权 所以在未来的文物保护工作当中 这一点是就需要考虑的 就是它的专业和执法 怎么能够更好的结合 能更好的结合到一起去 对 好的 好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了 两起农产品走私大案 其中一起涉嫌走私干果案 案值高达2.5亿元 根据举报线索 广州海关机司局办案人员 日前在白云区某公司仓库中 查获了三台货车上 涉嫌走私的开心果 一百多吨 这些开心果都是包装在 俗称白包的编织袋中 外面没有任何商品标识 但是却有着这样红色或蓝色的 颜料标记 司机这个就讲到 这个货物是从中越边境口岸 这个中方的龙邦口岸 运输过来的 然后经过咱们对车辆进行检查 在驾驶室就发现 有这个龙邦口岸的编民护士的申报单 也就是说这批开心果 是经中越边境口岸 以违报编民护士方式申报进口的 集资源顺藤摩瓜 在广西摩口岸将负责这批开心果 通关的和氏父子缉纳归案 一条由境内外三个团伙组成的走私链条 逐渐浮出水面 货主陈氏在辽宁沈阳和广东茂名 分别开有干果加工厂 陈氏父子等人负责在境外原产地进行采购 并直接或通过香港中转运输至越南海防 随后陈某团伙委托中间人 陆氏姐妹团伙 负责走私通关 陈氏姐妹团伙负责将货物由海防 转运至中越边境的边民贸易口岸 然后指使河氏父子 以边民护士形式将涉案货物分散走私入境 货物进境后 随即通过国内货运 发往陈氏团伙的工厂进行加工或直接销售 这个干果的品种主要包括开心果 针子 还有核杏 还有鲍鱼果 八坦木 总计可能有十种左右 2015年10月24号 广州海关祭司人员分别在广东茂名 辽宁 沈阳 广西等地 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陈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 悉数落网 警察陈某走私团伙 从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 走私货物329贵 包括核桃果 开心果 壳杏 针子等十余类干果 共计1685吨 案值约2.5亿元 除了干果之外 在另一起被查处的走私案件中 广州海关祭司人员发现 龙眼干也成了走私人员的目标 以李某 郭某 邱某为首的三个团伙 由于对龙眼干进出口情况熟悉 专门到泰国开设公司 在与国内客户确定定货数量后 提供发货 国际运输 走私进境 到国内运输 直至送货上门的一条龙福 其中李某主要以低报价格进行走私 举个例子 比方说像这样的正常的龙眼干 A级或者AA级的 正常进口可能需要三美金一公斤 但是在我们关区 不能说在我们关区 在我们中国这边申报进口的时候 它可能会低报百分之六七十 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郭某 邱某等人 则采取绕关走私的方式 在中越边境越南一方 将货物分拆 以蚂蚁搬家的形式走私入境 然后在境内再将货物进行集中 运往国内市场销售 龙眼干走私进口之后呢 据我们现在查明的情况 主要销售 主要销售地吧 有广东 然后四川 浙江 湖南 福建 还有北方可能涉及到天津 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 2015年12月20号凌晨 广州海关及私人员在广东 广西 福建 四川 浙江 云南等地 同时行动 三个走私团伙 21名主要涉案人员 悉数落网 现场查扣 涉嫌走私的龙眼干约500吨 证据显示 干案案值超过2亿元 下面关注寻人信息 如果你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与我们联系 我们会尽力帮助您传播寻人信息 接下来呢 继续我们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1月3日 安徽太和县五岁的女孩 吴某被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抢走 大家可以通过图片 看到骑摩托车的男子体貌特征 以及他所驾驶的车的特征 若发现了嫌疑人和车辆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或者是联系引警官 18155837899 那对提供线索直接破案 或者是抓获嫌疑人的警方的 将会奖励10万元 好 新春呢 即将来临 热线12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 目前也已经启动了 公益合作伙伴加多宝 为我们的节目提供了新春大礼包 在节目播出期间的任意时段 您都可以打开微信 选择发现 点开摇一摇 点击电视 摇动手机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我们给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将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 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故事 2003年9月的一个上午 贵州沿河 桥家水泥厂的几个工友 在一起打牌的时候 因为一点争执 孙某直接拿刀 砍死了同村的工友孙国松 随后开始了他12年的逃亡生涯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乔家镇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2年前 也就是2003年9月13日的一个上午 在桥家水泥厂发生的一起命案 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我赶农现场的时候 这个死灾已经是隐隐一些了 血流到相当的多的水泥板上 我也就通知了索利明的群体通知 索利明也通知了原火性公安局行政刀队 民警赶到时现场血水满地 受害人已经死亡 警方立即跟清厂水泥厂老板了解相关情况 受害人名叫孙国松 28岁 是工厂的员工 对他行凶的人孙某 21岁 同是工厂工人 现场的多名目击者证明 因为打牌赌博发生争执 孙某用刀砍了孙国松 杀人过后 孙某很快逃离了现场 根据围观群众提供的线索 警方立即沿着孙某逃跑的方向进行追捕 由于不清楚孙某具体长相 警方很快去他家里调查 结果却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找到 这也成为警方抓捕的一大难点 通过了搜查 家庭没有人留下照片 当时的身份证 那个时候也是可办不可办 那时候我们又找了孙岐福的若父亲人做工作 叫孙岐福投案自首 尽管困难重重 警方仍旧积极寻找线索 做孙某家人的工作 劝其早日自首 然而 这一锥竟然就是12年 这是12年就在案发现场 就是在这儿 犯罪行人孙某和被人孙国松砍死 案发前 原本孙某与孙国松在工厂和其他工人一起打牌 后来却因为20元钱发生了争执 很快争执升级 变成了打斗 在与孙国松的打斗中 孙某在房间的窗台上拿了一把菜刀向孙国松头上砍去 随后又砍向孙国松背部 致使孙国松当场死亡 在打的时候他这个犯罪行人 他左手是持了一颗板凳 右手拿了菜刀 他一刀就砍在他左边 左边的紧绷砍上 实在转身跑的时候 他又追去给他的背上砍一刀 当时的情节比较乌烈 案发当天 本是乔家镇的感激日 孙国松的母亲刚感激完回到家 却听说自己家的儿子出世了 孙某与孙国松本是同村人 听日理都很熟识 并没有任何恩怨 孙国松的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 孙某能够因为打牌争执这点小事 就夺走儿子的生命 他这个凶手 他人家如果说围了一句话 他围了一张牌围了一句话 他就会懂 就会懂心理 就懂懂嘛就是说 十二年前 身为长子的孙国松 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 他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小弟弟和小妹妹年龄都还小 大妹妹智力残疾 一直依靠母亲照顾 由于父亲早逝 家中一切花费 都有孙国松负担 同时他又是两个男孩的父亲 在他遇害前不久 他的妻子刚因难产而死 大儿子也才一岁多 想给十宅一个交代 因为这个十宅 当时他的妻子 他案发的时候已经死了 还有他父亲 就只有他一个母亲 为了尽早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找到疑犯孙某 警方日夜奔走于乡间 收集线索 跟当地村民打探消息 由于案件已经追查多年 为了更加细致地 对案情进行分析 警方还多次拜访 当年的办案民警 最少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这个 犯罪性的效率 我们也走访了 当地的村民群众 那些知名的人士 看能不能够进一步 得到这个犯罪性的 追问效率 或他的乐觉点 由于孙某的妻子 应某一直没有改嫁 自2007年起 便有出外务工 警方怀疑 应某很有可能知道 孙某的行踪 警方立即对应某进行调查 果然有新的发现 确定应某行计可疑 经过多方辗转跟踪 终于在2015年 严格警方找到了 一犯孙某的所在地 一开始的话 他在一会说他在安徽 一会说他在南京 去年我摸了一下 好像在这样这个地方 有点线索 我们是两次的到这种去 去年的时候 获得一条重要的信索 这个信索就是 这个犯罪行人的 孙某与其妻子 严谋在南京市 一个工地上 务工 为了抓捕能够顺利进行 专案小组多次开会讨论 制定计划 最终决定立即动身 前往南京抓捕孙某 虽然警方只能拿着 犯人的画像进行抓捕 但他们还是确定了 锁定的男子 因为他当时他的妻子 应某也在这个工棚里面 把他的妻子的照片 进一比对 也确定是就是应某 并且我叫了一声 孙某他瞬间 就给我看了一眼 他顿时就跳起来 给我看了一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同就把他按住 抓住 天网会会疏而不漏 历经十二年 在警方的不懈坚持下 犯罪嫌疑人孙某 最终被缉拿归案 警方将孙某与其妻子 一同带回贵州接受调查 在调查中 警方将孙某带到当年的现场 进行指认 十二年后 再次回到案发地 孙某不禁戏不成声 并对自己所犯的罪行 供人不讳 我觉得还是很残酷的 毕竟是一个先后的生命 那样就被夺去 我觉得这就是 通过我们调查了 他就当时喝了一点酒吧 就这种酒一样 倒是酿成这种悲剧 最终 孙某因故意杀人罪 被阎河警方刑事拘留 面对警方的讯问 他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孙某说 他原本想多赚些钱 赔偿给受害者一家 但是事与愿违 打工多年 他仅攒下几万元积蓄 就是可以是你良心的 就是也 继续有 几万个情有 几万个情嘛 像就是干了这么多年 基本上就是吃火吃饭 那几万小孩啊 有时候 就是活来活去的 一年几个小孩 我老婆都要弄人情侯 本身在工程上 我一个人干活 一个月就是三十千块钱 三十千块钱 两个人吃了出去 吃了的话 我又出英又喝酒 就没什么钱 用的什么都没钱的 孙某说 他逃亡的这些年 曾委托妻子应某 去过受害者家里看望 也让妻子 找他们商量过 赔偿的事情 但受害者一方 提出的金额过高 他没有能力赔偿 我老婆回来 回来找他们过 找他们对方过 他们要的钱太多了 我们有那么多钱 是我 是我给我老婆讲的 我叫他回去看看 看人家地方 要多少钱 那我老婆把这个案子 我给去收取 看守所里的孙某说 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十分懊悔 他觉得非常对不起死者 但还是希望 能够获得受害者 一家的原谅 为此 警方特意来到受害者家里 商讨赔偿一事 得知当年的凶手 被抓后 想要求得原谅 受害者的母亲表示 不能够原谅孙某 因为十二年间 孙家没有一个人 来看过他们 更不要说赔偿 他们就是 自己的抱亲嘛 他家里 不管他弟兄也好 他就不管他父亲也好 都没得看过 反正一直没看过 像这种 打工 挣一点钱 来补偿 这个受害人的家庭 但是他话虽然这样说了 但是他的家人 之间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没有说去 积极地 自动地跟北海方 进行沟通 都没有 十二年前 二次被杀 自己经历丧子之痛 如今 他只能抚摸 儿子照片中的脸庞 孙国聪的母亲 年仅七十岁 身体还算硬朗 由于他平日里 没有收入 这十二年来 生活上 更多靠小儿子帮助 一个老人 除了要将 两个墙堡里的孙子 抚养长大 还要照顾 治理残疾的女儿 生活的艰难 可想而知 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 如今 他的两个孙子 都已经上了小学 而且 两个孩子 都十分懂事 每天放学后 他们都主动 烧火做饭 帮忙分担家务 我现在 他也是有 修行嘛 有修行 就是嘛 像深圳饭那样 他也是像 这些鸡蛋 面条啊 他只是过吃嘛 因为他们俩 都不是 就让人过吃嘛 像家里 像这些 饭饭呀 他就很受 有种 经责 不要漏洞嘛 他们自己弄嘛 我感觉 我还是心里高兴嘛 除了生活的艰难 孙国松的母亲 更担心的 是两个孩子 内心的成长 从小缺失的父爱 母爱 给两个孩子 造成巨大的伤害 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懂事的他们 也从别人口中 得知了自己 身世的真相 这也成为了孩子们 心中永远的伤痛 我们不要 我们不说 朋友说 朋友说 你小孩子 你父亲都猛人杀了 就是朋友说 你觉得你 跟你同学都一样吗 没有 他们有爸爸 有爸爸 好没有 在谅解的问题上 孙国松的母亲也表示 不是完全不能原谅孙某 只是 他一定要给予赔偿 孩子那个孩子 他也非要到18岁 他打工中多年 像伴送家父母亲 或者他妹妹 他也承担一半 如果要叫我们原谅 我们可以原谅他 但是他要行动 不行动我们就不原谅 行动我们就原谅 警方又找到孙某的妻子 应某了解情话 从应某口中 警方了解到的事情 竟然与孙某的说法 完全不同 应某说 自己12年来 从没有去看过 受害者一家 并且应某指出 自己和孙某 并没有任何存款 我警官 我认得这么大 我又不好意思去 是吧 他在外面打工 在哪里存在呢 自己在外面 这里的干年事工 哪里到年事工 他在哪里打分钱 存在哪里 又没打身份 又没打什么卡 什么都没有 他存在在哪里 你有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我在哪里呀 因为我这里又花都花光了 今天 孙某的妻子应某 孙某的父亲岳父 以及他的孩子 都来到看守所 对于这家人来说 这次见面 是12年以来 一家人第一次团聚 与家人的这次见面 让孙某 激进崩溃 他跪着请求父亲 帮自己筹钱给受害者 孙某说 当年选择逃亡 是怕杀人要偿命 不敢承担后果 如今身在监牢的他 只能请求家人的帮助 他希望通过赔偿 求得对方的谅解 以减轻自己的罪行 我就怕死 听人家讲 杀人场面 要找枪毙的 我就怕 现在我还怕 也怕枪毙 现在还在怕 按这个案子 对不起 人家对我 我对不起我老婆 我现在在这里面来 亲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就是 人家对方 现在我也没办法 最大的力量 就是我以后出来的 就是对人家对方好一点 孙某的父母都已年老 体弱多病的他们 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孙某的父母 一共有四个儿子 孙某是最小的 面对小儿子提出的请求 他们非常无奈 毕竟老两口 都是需要其他儿子 来照顾日常的生活起居 对于孙某将要面临的刑罚 老两口表示 一切听从法律的判决 孙某的三个孩子 是一女两男 大女儿已经小学六年级 两个儿子也都已经上了小学 长期与姥姥老爷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 都异常乖巧等事 孙某可能无法想到 他一时冲动所犯下的错误 不但给受害者一家 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 也给自己的家庭儿女 带来无法摆脱的阴影 12年前的冲动摧毁了两个家庭的幸福生活 如今看守所里的孙某 也要为他当初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而对于受害者一家来说 痛苦的岁月并没有过去 生活依旧艰难而坎坷 至今孙国松的母亲仍旧没有受到任何赔偿 她一直担忧着两个孩子的未来 她不知道日渐苍老的自己还能硬朗几年 她更加不知道孙某所说的补偿 什么时候能够兑现 案发的时候孙某只有21岁 被害的孙国松也只有28岁 可以说两个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而且根据警方的介绍 当天孙某还喝了酒 所以他有可能是酒后才去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 我不知道往往是怎么看 他当年21岁的小伙子 做出这么大的一个 酿成这么大的一个大错的 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 像类似的这样案例特别多 都是因为冲动最后量成人生大错的这样的案例 那么从个案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是在警示所有的人 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智 冲动是魔鬼 但是如果把这些案件都累积起来 我们会发现这些案件 其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比如说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往往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务工者 他们年龄大概都是在20到30岁左右 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血气方刚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受教育的程度都普遍偏低 还有一个就是往往都是在一些小型的企业打工 那么这些因素累积起来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的城镇化越来越汹涌的时候 当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生代的农民工 开始进入到城市当中 但是又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的时候 那么怎么来管理好他们的情绪 管理好他们的行为 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归属感避免这种案件的发生 我想对于我们对于城市 对于政府对于社会要做的 要比仅仅是告诫他们一句说 冲动是魔鬼 要做的要多的多 王老师提出的更多是值得我们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去思考 和要规划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了解到最新的进展是 孙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同时赔偿受害家庭10万8千元 被害方也已经出具了谅解书 请问黄律师 孙某他这种积极赔偿 获得被害家属的谅解 是不是对他的谅刑也是有帮助的 有非常大的帮助 你看最后这个罪名是故意伤害 而且根据这个案情应该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 是可以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的 那么对于这个在刑事案件当中 如果是犯罪分子能够积极的退赃或者是退赔的话 那么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必要的量刑情节来考虑 这是已经由我们相应的司法解释来与规定 那么这个积极的退赔和退赃这样的行为 可以根据这个案件的性质 或者是被害人被告人的家属的 这个退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主动程度 以及对于被害方的这样的损害的弥补程度 这样的综合因素在量刑的时候 可以给予在法定型 30%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考虑 那么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呢 其实这样的行为呢 对于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化解社会矛盾 帮助被害方的这个家属能够切实的取得更多的帮助和意义 而且呢让这个无论是被告人这一方还是被害人 两艘渔船一直抛出的箱子 广东海警急速追击 你基本上要搜出它的盖利子很小 不要把你把你拔出 赶快进去 几次暗中观察 巫族捕猎工具 侦察员顺腾摸瓜 对方先生进行政策攻心 广东汕头海警破获红珊瑚猎捕案 热线事案明日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